一夜浮沉,记录不一样的时光 1950年12月,新南爆发朝鲜战争 当地的居民面临着一场争分夺秒的逃亡 他们奋力朝着港口跑去 德秀一家也在这群逃难的人中 父母抱着年幼的两个孩子 将大一点的妹妹莫顺交给德秀 并告诉她无论如何都不能松开妹妹的手 已经懂事的德秀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认真地告诉莫顺 只要登上美国的救命船只 一家人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 可邮轮承载能力有限 这意味着有很多人会被留在这里 德秀父亲带着一家人先上了小船 打算顺着网子爬上邮轮 父母背着年幼的孩子 爬上去相对容易一些 可德秀背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 想要爬上去着实有些困难 背上的莫顺又困又累 小小的身体摇摇欲坠 德秀只能不停提醒着快睡着的妹妹 就在快要登上邮轮的时候 德秀缓过神来 身上只剩下妹妹的半截袖子 她向下面大声呼喊妹妹的名字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她很自责想要下去将妹妹找回 父亲拦住了德秀并告诉她 自己下去找 如果她回不来 身为长子的德秀就要撑起这个家 说完 父亲下船寻找女儿 可还没看到女儿的身影 邮轮就启动了 德秀和母亲朝着父亲大声呼喊 父亲却再也无法回到他们身边 他们跟着美国邮轮逃难到釜山 投奔德秀的姑姑 姑姑有一家店铺名叫花家 他们终于能吃上饱饭 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白粥 孩子们也吃得津津有味 姑姑埋怨德秀的母亲 怎么忍心抛弃丈夫 面对姑姑的责备 母亲没有解释什么 德秀一家总算安顿下来 虽然房子不大 但他们已经很满足 德秀被安排在当地的学堂上学 虽然环境简陋 但身为难民还有学上已经很幸运 可德秀的心思并没有放在学习上 想着家里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 他一心想要赚钱 在好友打酒的提议下 他们来到街边摆摊擦皮鞋 一名美国士兵给了打酒一块巧克力 却被当地的几个孩子看见 几人追上他们便是一顿毒打 却没抢过他们手里的巧克力 晚上德秀将草克力分给弟弟妹妹吃 自己没舍得吃一口 他问母亲自己将妹妹弄丢 为什么母亲不责怪他 母亲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如果家里起火了 你在里面 我在外面 我不会进去救你 如果为了救你 我死了 那弟弟和妹妹谁来照顾 作为几个孩子的母亲 我必须这样选择 但作为家里的长子 你应该明白身上的责任有多重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在电视上得知 新南停站的消息 母亲激动地问身边的人 停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可以回家了 可身边的人告诉他们 停站只是休站 并不是结束 就算结束 土地已被分割 他们的家乡早已不存在 光阴似箭 一晃德秀已经步入青年 自然也成了家里的顶娘柱 整日在码头干苦力 补贴家用 弟弟很争气 考上了首尔大学 全家人都很高兴 但高额的学费 成了家里的负担 而这个重担 自然落到德秀身上 他的好友 兼四党打酒 告诉他一个挣钱快的方法 去德国当矿工 只需待上三年 就能得到一笔巨额工资 可德秀知道 矿上的工作危险极大 弟弟盛逵告诉母亲 想要辍学去赚钱 只因哥哥为了他 失去上学的机会 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让他很是愧疚 就算能如愿上大学 也不会心安 这些话被回到家里的德秀听见 他让弟弟什么都不要想 只管好好学习 学费的事情 他会想办法 回到屋里 看着父亲的照片 想起当初父亲离开时的嘱托 当即决定去德国当矿工 为了面试成功 德秀和打酒做足了准备 举米袋 无疑是检验力量的最好办法 打酒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没能将米袋举起 在码头锻炼许久的德秀 一口气就将米袋举过头顶 面试官被德秀的力气惊呆 对他连连夸赞 到了复时 面试官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经验 面露难色 德秀灵机一动 对着国旗唱起国歌 打酒立刻起身跟上 面试官被他们的精神打动 直接通过 他们如愿以偿来到德国 每日在下矿前 德国军官都会例行祝福他们 愿大家都能活着 矿工的工作极其辛苦 硬工受伤也成为家常便饭 学业混合着脸上的污渍 让人难以分辨 但是德秀坚持了下来 渐渐地开始享受这里的生活 便遇上了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女孩 英子 同样因为家里的压力 在西德基校学习护士专业 德秀对英子一见钟情 既然他们有缘遇见 那他一定要把握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 两人渐渐数落 德秀还带着几个要好的工友 来参加英子学校 举办的晚会 晚会过后 德秀做了家乡美食 去找英子共进晚餐 他问英子 出现时为何在唱那样悲伤的歌 英子只回答有些难过 德秀安慰英子 告诉他难过时 不要一个人哭泣 有个人倾诉 心情会好很多 自己愿意当陪着他的那个人 英子被眼前的男人感动 从那以后 两人一到休息时间 就会去约会 就这样 两人距离越来越近 他们都很享受 和彼此在一起的时光 可就在德秀上班的一天 意外发生了 甲烷气体意外泄露 老板通知监工 让所有人撤离 可还没等德秀一行人 反应过来 气体管道发生爆炸 所有人不顾一切 朝着出口跑去 就在这时 打酒被炸落的石头砸中 德秀不顾生命危险 返回营救打酒 两人都被掩埋在隧道之中 从同学口中得到消息的英子 慌忙跑到救护站 可找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德秀的身影 他明白德秀肯定被困在地下了 眼下矿场已经恢复平静 老板却害怕再次发生爆炸 不让矿工们进去营救 英子跑到老板面前 希望他能派人下去营救 但老板以危险为由拒绝了 英子绝望地祈求他 因为他知道每耽误一分钟 德秀就少一分活着的希望 英子一下子跪了下来 你知道吗 下面的人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不是为了你们 他们是为了赚钱 才来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 就算死也要死在我们这些人的面前 可老板还是拒绝了 矿工们被英子一番情真意切的话打动了 不顾老板的阻拦 毅然决然地冲了进去 漆黑的矿道内 就在德秀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仿佛看到了父亲 看到小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场景 他告诉父亲 家里人一切安好 可是原谅儿子吧 现在儿子最想念的不是您 是那个一直牵挂的女人 因为还没有告诉他我有多爱他 当德秀再次睁开眼时 看到心心念念的人 他抓住自己的手满脸担忧 经历过生死的考验 两人的爱情水到渠成 当德秀告诉英子签证到期 希望英子能同他一起回去的时候 英子却拒绝了他 在离开病房之后 气不成声 德秀如愿以偿回到家乡 家人看到三年未见的德秀喜极而起 在德秀的帮助下 姑姑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三个月后 德秀在店门口 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英子 英子已有身孕 原来就在德秀回国的前一天 请到身处的两人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不久之后英子就发现有了爱情的结晶 他们在亲人的见证下喜结恋利 转眼间又过去几年 德秀和英子的儿子也好几岁了 德秀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海洋大学 其实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当船长 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梦想 可当他兴奋地回到家里 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时 却听到妹妹和母亲的争吵 原来妹妹有了心仪的男生 两人准备结婚 妹妹向家里索要一大笔钱 还告诉母亲卖房也要将钱给她 看到这一幕的德秀陷入沉思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 姑姑刚刚去世 整日酗酒的姑父要将店铺卖出去 眼看姑父已经下定决心 无法劝说 于是决定出钱买下店铺 他告诉家人想去越南当技术人员 而此时的越南战火纷飞 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 战争不是开玩笑 一旦德秀遭遇不测 这个家就毁了 英子知道他去越南赚钱 是为了妹妹和姑姑 可他觉得丈夫已经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 是时候要为自己想想 尽管英子极力阻止 德秀还是和打酒一同踏上 前往战争的道路 当顺利拿到在这里的第一份工资后 两人决定好好庆祝一下 就在这时 德秀看见一个男孩 正在被一群大孩子欺负 从那个孩子身上看到小时候的影子 他上前将几个大孩子赶走 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男孩 他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这块巧克力救了自己的命 男孩发现恐怖分子携带的炸药 不断在不远处提醒着德秀 德秀很快反应过来 朝着打酒边喊边跑 两人这才在爆炸中幸存 在跟随韩军总部撤离时 他们遇到当地的难民 难民们想要跟随他们逃离这里 德秀知道 如果带上难民就会面临超载的难题 最后还是决定将武器抛下 让难民上船 就在这时 敌军追了过来 一个小女孩受到惊吓掉进水里 这一幕被德秀看到 让他想起小时候的那一幕 这一次他没有犹豫 果断跳入水中将女孩救起 就在上船的时候 被子弹射中左腿 但好在没有丢掉性命 德秀回到家里 将姑姑的店买下来 做了新的招牌 还为妹妹筹办盛大的婚礼 但一直有一件事埋在她的心里 那就是寻找父亲和妹妹 此时 电视台正在举办一个 寻找丢失亲人的活动 希望当年因战乱失散的家庭 能够团聚 德秀抱着一线希望来到这里 将父亲和妹妹的信息 告诉电视机前的所有人 拿出妹妹丢失时 留在自己手里的衣袖 不久后 电视台的人联系到她 说现居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位女士 可能是她失散多年的妹妹 屏幕上陌生的脸 让她无法辨认 可当对方露出耳后的胎记 德秀确定 那就是她的妹妹莫顺 瞬间放声痛哭 将这些年对妹妹的愧疚 全部化为泪水涌了出来 她终于将失散多年的妹妹 带回了家 妹妹的到来 解开这个家几十年的心结 她知道母亲从不提默顺 不是不想 而是怕思念涌出 自己承受不住 母亲在妹妹回来的不久 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德秀也在全家的陪伴下 来到晚年 此刻德秀已是子孙满堂 在全家人欢声笑语的时候 她独自一人走进房间里 看着父亲的照片 诉说着自己这一辈子的辛苦 这一刻她仿佛看到回家的父亲 将小时候的她抱入怀中 对她这么多年 为家里的付出表示感谢 她也在父亲的怀里 将所有的压抑和委屈释放出来 其实之前拆迁的人找过她好几次 想要她签那份 关于店铺同意拆迁的合同 可她每次都大发雷霆地将他们赶出去 家人一直以为那是她舍不得这间店铺 却不知道 那是她与父亲的约定 当年父亲下去找莫顺的时候告诉她 会带着妹妹去姑姑的店铺 跟他们会合 所以她将此事牢牢记在心里 她还是不愿将店铺拆掉 这件事她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如今妹妹已经回来 父亲已经离世 她知道自己该放下了 放下店铺 放下约定 放下悲伤的重担 迎接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 电影《国际市场》上映于2014年 是韩国导演尹齐军指导的一部感人亲情电影 影片里的主角德秀 因为和父亲的一个约定 从小便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为了弟弟妹妹能够好好学习 早早便放弃自己的学业进入社会 承担着本不是她这个年纪承担的一切 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船长 拥有属于自己的船 但除了好友 没有人知道她的梦想 因为她从未告诉过家人 她知道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正是如此 她一次次因为家人差点丢掉宝贵的生命 她的人生仿佛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家人 她对这个家的付出是因为父亲的嘱咐 或许还掺杂着对妹妹的愧疚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才真正找到自我 我不知道该对德秀的行为表示赞美 还是应该替她感到惋惜 人了一辈子不过几十年 她却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而活 亲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割舍不断的情意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左右人心的东西 同时也是困难时 让人再次站起来的勇气 我们从小过着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生活 不懂那些为了生活奔波的人的痛苦与无奈 也体会不到父母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吃过怎样的苦 受过怎样的累 正因如此 我们才更应该懂得珍惜 珍惜能为自己而活的每一天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